高雄山区盛产梅子 但因为今年雨水不多的关系 梅子都长不大也卖不出去 市议员林毅迪在议会质询时 为农民叫苦 希望农委会能够研议收购 农业局长则表示 农委会已经有收购计划 将交由甲仙和六归农会来办理 以稳定市价 农委那些农会后 我们有一个讨论这个计划出来 说农委会和农会纸这一块来合作 后面再来加码500吨 把这个计划来实施 希望能够稳住这个清美市场供应价格 启动我们农会 两个六归农会 加价农会来启动 价钱稳定 农民也比较比较开心这样 另外玉盒包荔枝 近年的开花率和结果率都还算不错 大约有六到七成可以采收 由于玉盒包的产季短 需要大量人力采收 而且要快速销售 林医员要求农业局 及早规划行销活动 让农民受益 因为没有下雨 有一些你比较热 那个结果比较不会多掉了 希望我们赶快如果下雨 就比较剩下 还有一个多月嘛 就要立志就可能要来采收 我们除了每一年 有举办这个评鉴比赛 凤梨跟一二八立志的评鉴比赛 我们在五月底 也会进行一场大型的 奉利文化观光机的这几半 农民看天吃饭 除了产量少品质差不好卖之外 产量多的话又怕卖不完和价格不好 唯有畅通产销管道 有稳定的价格 农民收益才有保障 记者李正道内城邦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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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那种门 我先拿好 那我就